大家好,今天我们教的是苏绣平针绣的一个教程 现在首先教大家的是起针 我们留了一个小的线头 然后针扎下去小的线头的下面反复往上穿插两针 这样的话一个线头就锁住了 现在是平针是从边缘的轮廓 一针挨着一针 然后是一针长一针短 边缘轮廓的话要做到颜色的部分 边缘部分一定要整齐 然后往下下针的时候一定是一针长一针短 相差0.1左右的一个针距 像这样下去的话就是一个平针的 现在我们就是换了黄颜色 然后再绣黄色部分的 现在我们添加蝴蝶的附加色彩 是为了使蝴蝶颜色更加的丰富多彩 剩余的部分我们下期再见